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两岸方面的话题 来看到台湾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以前在北京和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举行了查序 那么就中韩完成了自贸谈判 对台湾造成冲击一事 张志军就表示 他不希望看到两岸出现赶个大早 走个大早赶个晚急这样一个局面 他认为现在奋起脊椎还来得及 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请教江小姐 我们看到张志军说了 现在奋起脊椎还来得及 希望台湾与大陆是相向而行 那我们也看到之前 由于这个服务贸易协议的事情 在台湾岛内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还造成了一系列的运动 您怎么看待我们说的奋起脊椎 怎样去脊椎 那么怎样去平复台湾岛内反对的声音 您觉得怎么看 对 我想过去因为太阳花协运 拖缓了两岸之间的一个服务协议的探讨跟签订 那么服务协议在当初在立法院 是有一点风波 那么为了顾到程序正义 所以现在等于是拉倒重新来过 逐条审查然后统一表决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台湾花协运发酵 结果引起了一些反中的情绪的反弹 所以说就阻扰了这个很顺利的一个进行 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在这个大陆在APEC上 中韩之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我想对台湾是一个很大的警钟 在台湾的业界也好 或者是政府方面也好都非常的忧心 甚至有人提出来这是台湾的被边缘化的一个绩效 因为这个中韩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有90%韩国的货品进入中国大陆是免税的 那么韩国是台湾最大的竞争国家 那么韩国跟台湾的可以说有70%到80%的货品是重叠的 所以说台湾就会失去了这样的优势 所以台湾非常的忧心 那么这个刚刚这样子讲说起个大早 没有错台湾在谈ECFA的时候是2010年 那么中国大陆跟韩国谈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是2012年 所以我们早了两年 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成果 所以说在这个困境之下 我觉得有两个因素而且可以推动的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让这个福贸协议尽快的能够在立法院通过 让台湾的业界能够出来讲话 如果才不通过的话 那台湾的业界整个台湾的经济都会受到损失 那么第二个也就希望今天中国大陆跟台湾 能够就这个货贸物贸易协定能够尽快的展开谈判 因为货物贸易协定通过了之后 对台湾的货物进入中国大陆是有帮助的 可以免税 所以说在这两个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很希望起个大早不要赶急 而且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所谓的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能够获得方面的解决 所以这也是台湾今后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这一次我们从这个张王这个查续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图表可以说明 在这个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他们双方是达成了这个六项的共识 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继续推进两岸货贸ECFA等议题 那么两会互设办事处机构议题的商谈 争取尽快地完成授权海基海协会洽谈路客中转 便利两岸人员往来 以及这个推动教育文化青年交流等方面 都进行了这个达到了共识 那同时还将就两岸经济共同发展 和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启动 共同研究 那从这一次的达到这些共识 而且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 您看到这些共识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 我觉得这些共识都非常的重要 也是现在的两岸间必须要跨越的问题 那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 我觉得两岸关系会进展得更为顺畅 譬如说他这里说设办事处 我觉得这也是两岸努力的方向 因为现在有更多越来越多的自由型的人 大陆观光客到台湾 同时台湾有100多万的台商进驻在大陆 所以因为交流所衍生的一些问题 那么需要有各地的办事处 能够究竟的解决 那么现在卡在一个小小的关卡上 就是说台湾提出要有人道探视 也就是说现在台商在大陆 如果他有违法或涉嫌违法的时候 被逮捕或者被羁押 那么就要第一时间通知 台湾在大陆的海基会的办事处 我想这是一个探讨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那么第二个议题就是谈到一个中转的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台湾也争取 有更多的观光客来台湾 同时经过台湾可以走向世界 转机到其他的地方 不过北京认为你要中转的话 那么飞机要飞过海峡的中线 那么台湾认为海峡中线 等于是涉及到国安的问题上 所以两方面就这个问题 再继续的一个探讨 那么第三个他谈到就说 需要青年的交流 学术文化的交流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交流就可以化解分歧 交流可以增加彼此的认识 可以增加互信 所以说现在文化的交流 教育的交流都是继续在加强 尤其两岸青年门的交流很重要 因为这次太阳花学运就是青年门发起的 所以说对青年的交流也是不克 不能容缓的一刻 所以说在我们来讲 我们也是从事交流 也继续在推动两岸之间的文化 文化教育的交流 所以说这个交流是无可举档 而必须要加强的 那么最后也谈到 这个区域经济整合的探讨 这个台湾是重中之重 因为现在台湾就觉得将来会被边缘化 所以台湾必须要加入一个区域的经济整合 才能台湾才能搭着中国大陆起飞的经济 跟中国大陆周边的国家 东协也好 东盟也好 能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让台湾的经济可以随之 能够慢慢的升起 现在台湾是亚洲四小龙 本来是龙头 现在变龙尾了 所以最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而这个努力的空间 你必须要跟大陆结合 如何来搭上大陆这个快车 一起向前走 那么向万长见习近平的时候 也希望也谈到了区域经济整合 也希望大陆能够助台湾一臂之力 我想这个对台湾是非常重要的 是 说到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 之前因为服务贸易协议 可以说是一度是停滞了 那现在又达到了共识 包括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 有分析就认为在这个两岸关系 乌云密布的大环境下 两岸事务的高层再度会面 显示出了这个大陆是非常愿意 维系这个两岸关系的 那招王这个查续的时间 而且还是落在了APAC闭幕隔一天 所以也就意味着陆方 虽然将这个两岸事务 区隔于这个外交事务 但是也不反对接近国际场合 包括这个招王查续 可能也是一个两岸高层 沟通的一个新的模式 所以从这些分析来看 您是否认同 这些分析我当然认同了 我们知道这两岸之间 已经建立了官方互动交流的一个机制 那么还写这个大陆的国台办主任 台湾的这个陆委会主任 都能够彼此定期的互相的交流 这种官方机制交流的机制建立 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非常直接 也能采到直接的效果 那么这一次呢 也可以说是台湾陆委会的主委 随着肖晚上代表团到了北京 我想利用这个时间来交流 我觉得是就地方便 也不必在下一次 再举行另外的一次的一个会晤 那么这次会晤最主要的是说 你会晤了有没有成果 会晤了你是不是很真心诚意的 来互相沟通 促进两岸关系发展 这都非常的重要 现在我们有一个忧心的 就是说现在呢 今年年底 就是这个月的月底29号 台湾有个地方的选举 叫做九合一选举 那么国民党呢 因为执政的成绩不够理想 而且整个马政府 它的气势也很低 所以国民党恐怕在这个选举当中呢 这个胜选 全部胜选的机会是不大 所以说大家对国民党的未来的执政 是不看好的 那么到2016年的就是大选 那这一次如果说不能掌握优势的话 它是大选的前哨战 那么肯蒙在下一次的大选 就输掉了政权 在政党的第二次在轮替 所以说这是有个危机 到时候民进党上来 那么大陆是不是继续要跟台湾沟通呢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很忧心的 所以说现在两岸的一个交流 和平发展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那么大家都要珍惜这个交流的成果 所以说在这段期间内 如何去建立一个机制 让两岸的和平发展 和平能够不会逆转 能够持续下去 所以说这一次的 在北京的APEC会议上 不管是习肖会也好 或者是张王会也好 我们都很希望能够确定这样一个机制 两岸的交流能够继续向前走 就不管到未来 谁执政也好 都好 那么两岸的交流还是继续向前行 我想两岸交流点滴渐进 那么终于可以走到 我们期待的那个步骤 我们也刚才看到 你刚才也说到APEC这个会议 这一次台湾是派了肖万长 跟他的夫人去参加会议了 外界也在猜测 因为之前肖万长的身体也没有那么好 整个的气色呀 包括他的年龄都已经年事已高了 那这个时候代表台湾去参加一个 这么国际上的一个会议 大家就在猜测 难道台湾这个未来会选什么样的人呢 难道就这么一个人了吗 这个呢 谈到跟习近平见面 马云就努力的不得了 在各种场合 前半年前一年都在铺垫 而且马政府也全力的推动 创造舆论 缩帖等等 但是最后没有成就 没有成功 我想马云九心理上也挺失落的 那么现在派肖万长 说实在在APEC是一个经济体的领袖会议 但是台湾派谁去呢 都有局限 因为必须要经过北京的一个同意 那么肖万长呢 他是前副领导人 而肖万长是一个财经的专家 所以说他在这个APEC的经济领袖会议当中 我觉得他也蛮合适的 更何况他跟习近平见面也谈到了很多 关于经济的议题 那么他主要的任务是希望能够推进经济合作 让台湾能够跨上经济合作的领域 那过去马政府一直在推销 就是说我们跟大陆签了ECFA的协议 那么签了ECFA协议之后 我们就可以经由大陆走向国际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走向国际 所以这是有待努力的地方 也有待大陆能够推台湾一把的地方 我想今后在这个区域整合当中 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帮助台湾踏上这条路 我想对于两岸的互信 或者建立两岸的这种更密切的关系 同时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两岸的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 而也更需要的两岸互相的能够表现善意跟诚意 这是最重要的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分析的这一些 您觉得民进党的这个人士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我们知道像您所说的 九合一马上就要来了 那么2016的这个选举也马上就要来了 那很有可能民进党会执政 我们说很有可能 但是您觉得他们对于大陆的政策 会不会有这样的改变 他们能不能看到这个台湾的经济 可能在一部分上一定是需要大陆的一个助推的 对 我想北京表达的很清楚 北京是坚决的反台独这个立场 而且谈到九二共识 这个九二共识我觉得是两岸交流的一个最大的公约素 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可以继续来往 所以说北京呢 对于台湾的这个基调已经定了 所以说在民进党 虽然它有政党轮替的可能 但是今天在两岸的交流方面或者是两岸的政策方面 如果民进党你提不出一个让台湾老百姓相信 而且安心的一个两岸政策 那么对民进党的这个执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想民进党也知道这一点 第一个他必须要放弃台独 第二个他必须要能够跟北京交流 能够取到跟北京交流的一个红利 所以说这个对民进党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且看民进党是不是会慢慢的转变 如果他没有转变 他抱持的台独的 这个一个 抱持台独的态度的话 或者他政策纲领的话 那么他离他执政的最后一路 是很难达至的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 我们看民进党如何来面对大陆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 也是一个很务实的问题 你是考验民进党智慧的时候 对好非常感谢江小姐的点评